中国的大国外交真的是越来越振奋人心 4月21日中国是现代话与世界蓝听论坛 在上海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举办 这是蓝听论坛首次走出外交部蓝听走出北京 蓝听论坛首次走出北京 在中国近代开放窗口上海举办 还是落地在世界会客厅 不得不说我们的大国外交充满深意 习总像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办的 中国是现代话与世界蓝听论坛之贺信 外长秦刚发表了内涵极其丰富的主旨演讲 这场盛会的主题 我们从习总的贺信中就能充分体会到 他在贺信中指出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 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更要符合本国实际 具有本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经过长期艰辛探索 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中方愿同各国一道 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和更好社会制度提供新助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句明确指出 现代化不但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 第二句则阐明要想实现现代化 必须将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 第三句则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辛探索 已经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第四句则告诉全世界 中国愿意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成就化 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新机遇 为世界各国提供现代化道路 制度提供参考和助力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总的思想 在秦刚的讲话中 则进行了详细阐释 讲话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 秦刚说清楚了中国成功的根本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而是中国共产党秉持初心使命 带领全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闯出来的 有着深刻的历史 实践和理论逻辑 而这一切都源于三个必然 第一个必然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 是百年发展历程的必然选择呢 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 无数人人致死进行着艰难探索 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化出路 但最终都失败了 未能挽救民族与危难 中华民族能够重新走上复兴道路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带领全国人民 终于踏上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成为如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第一制造大国 并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义务教育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 用短短几十年时间 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第二个必然 中国是现代化 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秦岗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讲话中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按下了加速键 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完成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上个月举行的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全票当选国家主席 这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习近平主席以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情怀和担当 为中国是现代化掌舵领航 带领我们走出越来越宽广的人间正当 第三个必然 中国是现代化 是人类发展科学规律的必然结果 秦刚在讲话中说 现代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尽管西方率先享受到现代化成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早在140多年前 马克思就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 为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 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一百多年来 中国通过自主实践 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事实雄变地证明 现代化并没有固定模式 不是单选题 只要符合自身的国情 有利于人民的发展 任何国家都能实现现代化梦想 相反 薛族事旅 盲目照搬外来模式 不仅南辕北辙 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在我看来这段话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这段话明确地阐明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而今天中国通过一百多年来自主实践 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中国创造出来的新形态用事实证明了 人类现代化之路没有固定模式 而且只要符合自身国情并有利于人民的发展 任何国家都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同时秦刚也发出警告 盲目照搬外来模式反而容易导致灾难性后果 所以中国在这里是抛砖引玉 不是让各国照搬中国 更不应照搬已经屡屡证明失败的西方模式 第二部分 秦刚向各国表明 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和机遇 秦刚用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通过五个方面详细阐释了 为什么中国能给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正能量和机遇 第一个方面 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必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强劲动能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中国政府让八亿多人摆脱贫困 让四亿多人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还是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每天有3.2亿美元中国直接投资走向世界 每月有三千多家外资企业落户中国 中国对全球增长的带动超过七国集团总和 这一切的事实都表明 某国所谓的脱钩锻炼根本不具备现实基础 也是对全人类走向现代化趋势的严重破坏 而中国则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发展动能和机遇 中国根本不用吹事实说话 第二个方面 一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必将为各国共同发展开辟更广阔路径 在我看来秦刚的这个阐释 简直就是中国对全世界的振臂一壶 是在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是现代化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而不是富者欲富 穷者欲穷 服务少数国家 少数人的西方的那种现代化 中国要推动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富裕 那么西方的G7集团又做了什么呢 第三个方面 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必将为人类社会进步开创更美好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之一 应该就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而西方式的现代化则是陷入了 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泛滥 精神空虚失德失序的困境 中国式现代化则不同 用习总的话说 就是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三部分 秦刚向世界传达了 二十大破坏的中国宏伟发展蓝图 阐明了接下来中国将采取的行动 一是将更加坚定的捍卫各国发展权力 二是将更加积极的推进高水平开放 三是将更加主动的推进文明交流 四是将更加自觉的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五是将更加坚决的守护国际秩序 第四部分 秦刚向世界宣告了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告诉全世界 无论是任何国家 都不要在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上打算盘 中国必然会采取最强力的措施展开反击 那么谁敢深魔爪 中国必然斩断 秦刚的讲话 内涵极其丰富 但这只是中国主动外交的开始 未来中国的大国外交将会不更大的局 做更大的事 让我们拭目以待 ��辑 碎 了解